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中综合报道 李强称江亡国 港媒遇遭黑客植入报道 亲中的中国评论、通讯社官网16日夜间 突然发出一份名为中共总理李强的 政府工作报告摘灯的文章 当中以李强的口气 严批习近平治下的乱政 更直言国家江亡 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 在X平台承认发起了本次攻击 中国评论通讯社言论长期亲共 但据多家海外媒体报道 中评社网站在3月16日深夜 突然刊出中共第14届 全国人大会二会 国务院总理李强政府工作报告 文章署名是习近平 这则新闻内容以李强的工作报告为名 提出四点批评如下 一、中共官员贪腐严重 搞垮国家财政 过去一年 全面展现中共官员不朽贪腐本领的一年 是我们坚定不移 推进国家财政倒退的一年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 和兼具繁重的自我挖坑任务 中共官员以无与伦比的贪婪精神 高效完成了搞垮国家财政的伟大任务 银行系统危机四伏 数不尽的银行突然关闭提款 数不清的公务人员遭遇了欠薪的命运 为国家经济倒退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二、外资加速撤离 失业浪潮蔓延 在清零政策的持续影响下 加之反间谍法等政策的不断出炉 成功地扰乱了全球供应链 有效地击溃了外商的最后一丝信心 外资企业撤离如潮水 一波又一波的外资企业选择加速撤离 留下了一地鸡毛的中国市场 工厂倒闭 失业人群如潮水般涌现 为社会稳定注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三、股市雪崩下跌 亡国征兆出现 在领导人缺乏经济管理专业知识 政策频繁变动的大背景下 中国A股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雪崩 市场信心全失 中共企图出手救世 却如同杯水车薪 无力回天 这种市场的混乱不堪 被视作国家将亡的征兆 四、建商接连爆雷 烂尾房产遍地 政府对市场过度借贷视而不见 导致房地产开发商接连爆雷 违约现象日益严重 人民的梦想破灭 遍地的烂尾楼成为城市的常态 广大人民群众用尽毕生积蓄购房 最终却换来一个又一个未完工的空架子 悲哀而又无奈 文章最后则加上两段 类似官方报告结尾的套话 诸如在习中央坚强领导下 等等 这篇文章在中平网刊出后 约半小时即被删除 但相关文章已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流传 中平社属香港建制派媒体 前身是中国评论月刊 由中共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于1998年在香港创立的 2000年获准在中国公开销售 2005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平社 并通过中国评论新闻网正式对外发稿 2007年11月成立台湾中平社 亲中的中平社突刊出李强政府工作报告批习近平的各种不当施政 引人关注 国际反共黑客组织匿名者16日当晚深夜在社交媒体X任领这次攻击 并披露相关网页截图 去年中共十一期间 匿名者曾攻入中共军校武昌职业学院等网站 将首页照片改成习近平的18层地狱罪名录 细数习近平各项罪状 去年六四事件34周年当天 该黑客组织也曾攻入中共多个官方网站 植入无望六四与当年坦克车驶入北京镇压的照片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造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谢谢